来跟进乐逆宁的盲本论 不要忘记初心也不要盲本 话说他们三小花都恭喜 加开一场 早几天在记者会宣布这件事 麦花审现在是19和20的音乐出没 他们三小花挺开心 Chantelle就未回来 下星期回来大概 骆逆宁上台致辞的时候 说一番高层的人话 突然间一转话题就提到 千万不要忘记初心也不要忘本 即使大家将来可能有竞争 但仍然要记住是好兄弟姊妹 这些都是一贯高层上司那些话 无论你是做那个位置还是听这些话 我想大家出来即场都一定遇过 无论你是说那个还是听那个 他在小花还是年轻的 可能这些话在耳边也挺动听的 但另一边他肯跟你说这些 就是你仍然有价值 第二部分会说一说 吴家乐梁思浩的节目 他们自己网台的节目 之前都在跟进Gigi 这次就着 乐小姐的盲本论 他们也发表了一些言论 吴家乐甚至说 你们骂我也是要说的 当然他历数 你们什么盲本 盲不盲本 人人情味 你们TVB够很多人 连约都没谈 谈都没得谈 约满还没跟我谈 约满还没跟我谈 约满就撿东西走 也不知道多少 你有用就不想被人走 但你留住别人 又给什么提供 TVB永远有名 你就少钱一点 你想多钱一点 你就没有名出 你想出名就少钱一点 永远还是这样 人家背费的 不知多少人想招手 还有别人有一个计划 如何计划 令Gigi更上一层楼 人望高处 这些 还有明天 我们没有一条 明天 跟进 7月1日 马场show 好像没有Gigi 明天再跟进 再报导 后天再看看 人望高处 还是忘记初心 还是人情味 或者如何对待这些年轻的员工 人家真是厉害 你没有强力的条件 都是留不住的 你硬要绑住他吗 人家真是厉害 很简单 当是打球 你当一个少年年轻时候 米高佐敦 或者高比拜仁 你怎么都留不住 人家真是一个打完全场 一个等于五个打的 可能年轻的时候 十几万间球会 你会向他招手 你绑得住人 人家不知出多少多少倍的价钱 那你就会说 说完 你猜真的害怕吗 如果真的可以 你就会说 我当是练功 我当闭关练功 练功 如果真的是金子 你是说不住人的 说真的 譬如我跳出一点点 譬如 《反黑英雄》 我今天拍了个剧评 我看了十几集 现在开始不好看了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个姚子玲出来了 就是试试了整部剧 他试试死 被一些毒犯 拍的毒针 试试到 又疯了 又昏迷了 嘴巴布 他仍然还是姚子玲的样子 无论他演练功 奸好 正常好 癫好 甚至中毒就是死好 都是一个样子 那你就只能够培训这些人 如果真是厉害 他怎会和你留在这儿呢 厉害那些 譬如蛇斯曼 羊怡那些 全部出去了 又回来 很简单 真是厉害那些 你留不住就冲饱他 真的怕你冲吗 如果真是厉害那些 真的不怕你冲 就是这样 回来先恭喜三小花 Chantelle下星期会回来 Windy说未确定回港时间 未必接到机 但回来大把时间彩排继续聚 另外那个形象也未知 可能暗示有机会是女团 挺期待的 如果造型方面 然后歌单也未知 那些流程也未知 然后天文正在做直法 看看直完之后是怎样 现在要让头发完全康复 完成了就会用其他造型 现在暂时是全比赛 又是乐役令上台支持 先大赚两个小花 例如说他们很高 然后说你们真的很幸运 有很多前辈 导师 哥哥姐姐都很疼你们 这些人话 听说高层经常说 讲惯这些 不过你们要珍惜机会 对不对 还有不要忘记初心 就算将来大家有什么竞争 要记住你们一帮好兄弟姐妹 即是说声梦的同学 要保持相亲相爱 其实之前曾志伟都试过向他们说这些 他们说惯说这些 说几十年 好像他们那些年轻小妹 听到感动到哭 但其实他们每天都说这些 说这些 说了几十年 每天在房间和这个和那个说这些 真的很动听 但如果大人那些 你说多动听 也没用 看合约的银码 你的银码不适合 你多动听 也是要离开 其实 千万做人 不要忘本 继续赞他们 不过他们很乖 他们一定做得到 哇 整顶膏没有套 不过他 梁小花说明白 表示也是很重要的 要念亲恩 这是很重要的 天文说 时尚提醒自己 不能忘记初心 这一行是很重要的 这边结束 我们跟进梁思浩吴家乐 那个娱乐好好玩 就着这个忘本论 就说 就算被人围插也要说 不过庆幸一下 看到留言区 大家都明白这件事 正在发生什么 只是极少极少数 我其实也担心的 我也是预认了 你插一插 你这样也不明白 没办法谈 都是抱着心态 庆幸99%的人都明白 发生什么事 只剩1% 极少数 那些我想都希望他是明白 其实说真的 吴家乐就说 我豁出去 不管了 他是支持Gigi 就是反对 乐役灵的什么忘本论 念亲恩 你又有没有念过 他说你们 多少同事 而是圆约就说走就走 谈都没得谈 不知多少 是不欢而散 严明熙到底 到底他现在违反了哪一个合约 违反了哪些合约精神 他在合约期间 他是全力履行他的责任 第二个真的不敢说 严明熙一向都是工作态度一流 他尽全力他自己的个性 做得差点他自己都内疚自责 生病或者那时候考试或者什么 上学都跑来跑去和你全力炸刑 还要两地两边走 他有没有伸过一句是累的 生病也是照去 完成那些合约的东西 老实说 人望高处 这四个字 人望高处 大佬 我也不想带到姚子玲那些 真的 到十多集不好看 就是因为有个姚子玲 他做什么都是那些 那些就要留在那里 我又不好意思 不得辣到他 不过都走了 姚子玲那些 那些就留二十多年 因为他出去就肯定不行 继续留在那里 你也需要这些人便宜些 要做又不是特别差 那些人便宜些 那些人便不让人走 那些人便宜些 又不能给他 那些人便宜些 就是这样 然后你又要 那些人很棒的 那些人便宜些 可能给他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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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搞错 会不会是搞笑了一点 他说 如果当初想着要捧别人 如果想着要长远发展他 是不是一早要谈 神早要谈 不是现在来谈 是吧 如何拖到现在呢 拖到埋尾才来谈 有没有搞错 当然是他们自己幕后工作人员 要付责 如果你真的有心捧他 你早点谈 不是现在来谈 还有吴家乐就说 如果以他们一贯作风 如果阿乐谈不行 就换人谈 找何山谈 何丽传 然后谈不行 就继续找珍姐谈 谈来谈他 如果谈不行 也是回回阿乐小姐的手 如果谈完都没有结果 到头来也是回到同一个人手上 如果三个都谈不行 可能真的会有那个情况 会真的说你 你的条件如果符合到他要求 说真的一个妹妹仔 现在去到这个位置 他当然想走远一点 现在玩游戏 不是奖金就是奖品 你提供好些 别人就留下 什么叫不要忘本 真的 你到了合约 我不签你就说我 这个就没有了 自古 几十年前已经是这样 吴家乐越说越劳气 而斯浩也和应 同意 说真的 严明熙是很值得给他更好的条件 很多歌星前辈都是排队赞他 说他是少有的高潜质歌手 可以去到一个更高的一层楼 当然公司也要有一个支持 如果又当成了一个艺员 那你就多聪明的人都没有用 不应该用一般妹妹仔的待遇 来待遇GG 其实 吴家乐继续说陆逆玲 他说这些说话不是那么适合 他说你乐小姐 你入TVB之前 又是做很多电台电影公司 他说 例如深美这个例子 他之前和小怡在有线做的 过来你TVB 连过冷河都不用 就进了你公司 难道TVB骂他们盲本吗 你不应该离开有线 如果你拿这些来谈 以前亚氏最流行 亚氏和他虽然不能斗 但是他总之不让你跌上来 怎样令到他不能跌上来 总之你谁一旦起就签了你回来 独大的 亚氏在低位是横抗的 相当艰苦 那怎样一直持续压住 亚氏压住他 就是你这期哪个弹起 可能你张家辉弹起 就挖了你过去 可能陈伟红 这期又签走了你 总之你哪个一弹起 就挖了你过去 无论什么条件 总之就挖走了你 那你永远有很多人弹起过 但一弹起 转头就被人迁走了 就是这样一直按住别人 难道又说那些不忘本 那些忘本 那些很忘本 ATV捧红你 你就过当过那边 哪有这样的 这个商场就没有说是忘本 当然也有很多 是真的做几十年 其实 但是金子 一定是到处都会发光 当然是人望高处 这些叫合约精神 不要说废话 吴嘉乐 我预讨被人插 当初TVB说市道不好 要同事和他共度时间 又说无言感激 吴嘉乐说 我想很多艺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有共度时间吗 无数秘密秘密放走了 有些连合约都不跟人谈 有些转行开的士 多少 有些又想着跟人签一连一工作 那些 那时又不见你说没有忘本 我们TVB继续养你 又不见你说这些 吴嘉乐这番话虽然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有话真的要直说 最后就不要觉得 沴嘉乐这个处秘密秘密贵 有利用价值 我就这么说 你想想 过往有多少艺人 暗言离开这间公司 其实大家都已经预认了 只不过我们不方便说 始终害怕 那些忠实粉丝说你在带风向 你就知道 我经常说TVB始终是TVB 这句话是很深远的 隐含无限的意思 以前做不同事就知道 有些可能是PA 有些可能是writer 有一个是监制兼导演 我现在还有来往 有几个现在还在TVB 十几年了 还在做那些 三句对白、五句对白 出两场戏 要是死了不知去了哪 十几年了 那些俊男俊女的 但里面太多人了 俊男俊女都没用 如果你说是俊男俊女 有一个最近那部剧都还在 做得挺好的 虽然就是两场戏五句对白 但做得不错 然后他还练 如果反黑英雄 阿世不是有很多 那些比我说的更多 他离开了TVB 长达十年 不停在他自己的Facebook 骂TVB 我最初就不明白 我最初从心想看着眼泪 好心 有没有那么小气 大佬 骂足十年可以骂一间旧公司 原来这几年报多了娱乐新闻 就慢慢慢慢 我又明白 这个人为什么 可以骂一间旧公司 骂十年 实在有很多千丝万扭的东西 我们 局外人不知道 但我又 叫做 不完全 不完全是 在局外 看得到一点 即是跌高了一点 让大家看得多了一点 所以大家看看怎么看 理性看待这件事 明天再跟进 Gigi的马场show show好像是 没有了 被除名 还是有没有其他跟进 我们再去探讨一下 现在应该是 已经谈好 签了 如果 约的那些 就会继续做 然后换到人 可能继续 可能就换人 不用出席 就不出席 我想 直到是谈得成之后 但现在其实抹到那么僵 难道你又谈成 你更加没有运闲 如果被人 被人这样大一大 你害怕 然后动不签 那你 都是没有运闲 其实 不过都是 在Gigi手上的 看看他跟 他身边的人研究一下 究竟 未来是怎样 其实没有坏的 如果现在 因为他还要读书 他叫几飞 什么所谓 他就不做明星 可能 将来做一个大设计师 也不顶 客串 唱歌 甚至 做大设计师 将来过多几年 变成一个 唱歌导师 培训 更多的Gigi 他有数 大把勾 数万 他有数万个出口 不怕你 封他一个 我看 只是说都说 说了很多可能性 很多种不同发展 大把机会 真是叹的 不怕 看看大家怎么看 本集来到先下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记得点赞订阅